大家好,我是阿灿 黄瓜我们平时都喜欢凉拌着吃 因为凉拌着吃,大家都觉得更加的方便快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 更加方便快捷又好吃的小草黄瓜 首先准备两根从地里挖出来不太正经的青瓜 这种青瓜比较好吃 肉质比较紧实 而且在炒的时候也不容易出水 做出来的口感非常的脆 青瓜去掉头尾后,从中间片开 然后再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再去掉瓜郎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水分 所以瓜郎我们就去掉不要 接着我们再把青瓜斜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切片的时候稍微给它切厚一点点 厚度给它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盛入盘子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点姜蒜 先拍扁后再切成末 稍微给它切细一点就可以了 切好放盘子里备用 几根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跟姜蒜放一起 两颗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也放盘子里备用 最后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放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放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放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炒香炒出多余的油脂 放入少许蚝油翻炒 再加入少许料酒去腥 翻炒均匀 然后再放入姜葱蒜末和小米椒 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放入切好的黄瓜 再开大火翻炒 炒匀后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半勺鸡精 小半勺白糖 少许老抽调颜色 继续开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把所有调料炒至融化 给它连续开大火翻炒15秒左右 这样做出来的小炒黄瓜 绝对是要比凉拌的入味好吃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下饭菜 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方便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帮忙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 您的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支持